大家好 欢迎收看海峡两岸 我是桑辰 首先一起关注新闻资讯 针对日本政府强行排放浮岛和污染水入海 民进党行政机构却声称 这对台湾附近海域辐射安全影响 是可忽略的程度 遭到外界广泛批评 有国民党籍迷代表表示 日本核污染水强行排海有很大危害性 引起国际社会齐声反对 然而民进党当局却对日本的错误行为态度消极 刻意隐瞒真相 这其实是无视民众健康福祉 出卖了台湾利益尊严和产业发展空间 我们遇到了日本就脚软 我们遇到日本就把这个大事化小 小事化无所谓的可忽略 事实上是违背现在整个国际间 对这件事情的高度关注 更有岛内网友留言表示 可笑至极民进党还在骗 日本人自己都担心害怕 结果是台湾官员帮忙担保证 舆论批评民进党当局为骗选票 谋取政治私利 一味对日逢迎 如此昧日卖台祸及子孙的行径令人不耻 但是在流过来的过程之中 这个川已经被稀释 被稀释再稀释 只有台湾这么样的温良公俭 但人家为什么出来抗欲 这位是为自己将来争取一个有利的地位 24号国民党2024参选人侯友宜宣布 将于9月14号赴美访问 此外他还在两岸政策方面发声 提出四大主张振兴台湾观光业 相关消息一起来看报道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 侯友宜将从9月14号开始展开为期8天的访美行 预计到访纽约 华盛顿 旧金山等城市 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 部分民意代表以及学者都会陪同 侯友宜表示 这次访美除了选举行程也包含市政行程 他会按照相关规定来请假 出访费用均由选办来负责 此外 侯友宜24号还提出振兴台湾观光产业计划 包括提高组织层级 提高观光预算 打造交通便捷网络 发展永续智能观光四大主张 侯友宜表示 近三年的疫情 严重冲击台湾观光产业 产业变成了产业 因此他主张全面开放陆克 并恢复两岸既有航点 在两岸和平的环境中 吸引观光客以及陆克来台 四年的任期 我要让台湾的旅游人士 突破1800万人次 近日 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 在造势活动当中 向民众喊话 争取支持 被舆论解读为时要宣布参选2024 而柯文哲面对外界 利促非律整合的呼声 给出了正面回应 有分析认为 非律整合意义重大 能否达成 还需要各方不断努力 24号 郭台铭到新北土城 五谷先帝庙开讲 现场向台下喊话 被解读是参选宣言 不过之后 接受媒体访问时 郭台铭又改口 说只是做个民调 向自己的隐姓选民喊话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表示 要着眼大局 个人的小恩小怨放下吧 我们走出大局 共同团结努力 民众党方面 柯文哲近日也释出合作信号 表示愿意和各方沟通 对于台网友建议 他与侯友宜 可以用民调整合方式合作 达到团结胜选 柯文哲表示 台湾选民有智慧 最后总会想出解决办法 什么事都有可能 所以要先沟通开始 从来不沟通 你什么后面哪有什么好讲的 国民党一定会凝聚 所有的力量 一起面对人民的痛苦 来解决人民的问题 接下来请关注 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近日2023两岸青少年创意微视频交流创作活动 在四川成都举行 两岸青少年以微视频合拍为创作形式 深入成都人文景点 历史名胜和大运场馆 用镜头讲述成都故事 感悟中华文化在两岸的传承 在合作拍摄的同时 两岸学子更是增进了沟通 拉近了彼此心灵之间的距离 日前 2023广播之声 全国青少年艺术节在北京举办 吸引了很多身在大陆的台湾青少年参加 还有近20名台湾地区青少年 在线上参与活动 大家表示通过切磋交流 不仅提高了才艺水平 还收获了珍贵的友谊 美国再次对台授武 F-16战机的红外追踪系统位列其中 台媒称有了此系统 台军能对付解放军歼-20 短期内多次军售 美国有何巨星 加紧扩军备战 民族能又将把台湾带向何处 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 叫嚣反制歼-20 美国驻台军升级F-16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 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局 日前对外宣称 美国国务院批准受台F-16 红外线搜索追踪系统 金额大约5亿美元 此消息引发争议 有岛内网友批评称 此举是在榨干台湾 美国短时间内 向台湾出售多笔武器 目的何在呢 而民进党当局以武俱统 又会落得怎样的下场 今天就以上内容 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嘉宾 台湾时事评论员 赖岳谦先生 您好 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 滕建群教授 欢迎 赖教授好 桑城好 观众朋友们好 有关此次美国对台军售的相关内容 我们通过新闻来了解一下 进一个短片 台媒报道称 日前美国国务院批准受台 F-16红外线搜索追踪系统 金额约5亿美元 台防务部门称 F-16红外线搜索追踪系统 是最先进的导引系统 包括F-35 F-22 F-18战机都在使用 可有效反制解放军 歼-20等隐形战机 而此项军售案的相关经费 也已经编列在明年的总预算当中 对于美国宣布5亿美元对台军售案 岛内网友讽刺到 民进党加油 负债再负债 快点掏空台湾钱 对于美国将要向台湾出售的 这套红外线搜索追踪系统 台湾军方表示说 台军的F-16战机安装之后 足可以对抗大陆解放军的 歼-20战机 真的是这样吗 它的性能到底如何呢 美国卖给台湾F-16V这个新型的战机 它本身的电战能力 雷达的 相控雷达的搜索能力很强 所以它可以捕捉得到 歼-20 但是相当有可能 美军或是台军 认为它根本抓不到歼-20 或者是对于歼-20 这样的一个逆中的战机 它捕捉的时候 用雷达来捕捉的时候 第一个它可能发现不到 第二个即使发现到了 在距离方面可能并不准确 也可能看到了以后 以为在100公里之外 结果事实上可能更靠近 所以美国马上又说 那我们再给你加装 这个红外线的热追踪的 这个系统高达5亿美元 对于66架来讲 要再加装这5亿美元的 这个系统 那加装这个系统的功能在哪里呢 由于歼-20 它本身的设计是逆中 本身不但在涂料方面 有吸收这个电子 雷达的这个反射波以外 它本身由于在截面上的设计 它的角度 所以使雷达出去的时候 回来不见得能够很精准 所以热追踪系统 它就采用的 就是对于歼-20的发动机 因为发动机排热 对于热气进行追踪 或者是这个机身 本身在高速度 这个飞行的过程中 跟空气之间的摩擦 产生的热源 所以它会去追踪这些热源 那目前据说 这样的一个系统 已经装在美国的F-22 F-35跟这个F-16V的战机上 还有人说已经装在F-18等战机 而且有实战的经验 然后还说可以捕捉到 150公里左右的这样的一个热源 那当然这个要等到加装回来了以后 那经过测试才有办法知道 不管F-16战机安装之后 性能有着怎样的提升 要以台湾的军力对抗大陆解放军 这样的结果我想没有人会相信 而对这样的一个消息 我们看到岛内有媒体报道说 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局对外声称 此次对台军售会进一步加强 台湾与美国之间 也就是F-16计划当中的军事互操作性 这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为了便于美国日后 能够直接操控台军的F-16战机 从美国的设计来说的话 已经把美军作为 在它西太平洋地区的兵力部署的一部分 不管是武器装备还是编制体制 甚至作战方案方面 我们都看到最近几年 美国明显加大了对台军的利用和控制 那么从武器装备来说的话 这次红外线搜索跟踪这个系统 它主要确实有针对隐形飞机的作用 那么它是雷达探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或者是一个重要补充 那么从F-16战斗机来说的话 其实它装备这种系统 对于隐形的作战飞机 它有搜索和跟踪能力 但是它的整个一个定位能力是比较差的 就是光靠红外搜索跟踪 它只能发现目标 但是目标在什么方位 在什么距离上它很难完成 它除非有几架飞机 同时对于隐形的作战飞机进行定位 跟踪就打一个交叉 交叉定位 这是一个基本的定位的需要 但是台军来说的话 能不能达到这样一个水平 现在非常困难 但是它对于隐形飞机构成的挑战来说的话 确实实在在 从美国方面来说的话 它表面上看是向台湾出售更先进的武器系统 包括红外线搜索跟踪系统 其实它就是把这些武器系统挂在 已经部署在台湾岛内的F16战斗机上 一旦需要的话 我相信这些作战飞机肯定要归美国的调遣 归美国的指挥控制 所以美国它表面上打的是提升台军作战能力 一方面它更多是看好了台湾要交保费 这样一个商业利益 另外一方面它也实实在在的武装台湾 因为在武装台湾方面 美国基本上可以把它所有的一线的 就在意的作战飞机武器系统出售给台湾 那么台湾当局也照单全收 最应该说是美台相互勾结的一个重要的 这个向动身发展的一个体现 一边收保护费 一边更便于日后 自己亲自来控制这枚棋子 可能更得心应手 其实我们注意到在7月底的时候 美国方面是刚刚宣布了 3.45亿美元的对台武器援助计划 那么才刚刚过去一个月的时间 为什么美方又对外宣布新一批的 对台售武计划 那么这样的计划 有台湾的网友说 这是美国又想假借民意 到台湾来提款了 您对此怎么看呢 台湾的网友的反应 认为美国人又来到我们台湾来敲一大笔 把台湾当前坑 把台湾当冤大头 把台湾当提款机 我觉得台湾的网友 这样的一个评论是有道理的 为什么 因为当初卖给台湾F-16V66架战机 它高达80亿美金 所以每一架战机就1.2亿美金左右 当时大家就已经质疑了 说美国人买F-35最先进的战机 也不过就是8000万 海外的售价是1亿 而台湾买的却是F-16V这个旧型的战机 那旧款的战机 怎么会比这个F-35战机还要昂贵呢 所以他们就会一直把台湾 认为美国就是把台湾当成成口袋 就不断地从台湾这边来提款 来捞钱 这是第一个部分 第二个拜登虽然说 他们要给台湾军援3点多亿美元 但是到现在影子也没看到 就是一张嘴 不过台湾的民众一般都知道 有一点军事常识的都知道 蔡英文上来以来 向美国买了这些武器 买了几百亿美元 如果按照国际的市场买卖 也就是国际的武器市场买卖 回扣也应该有10% 所以我们以前对于台湾 驻外的军购的这些采购的军官 我们把它称之为Mr.10% 就是10%的折扣先生 意思也就是说 他们应该有拿10%的折扣 把钱放在海外去 如果说台湾 蔡英文已经向美国买了几百亿 那这个回扣10%也就十几二十个亿了 那这样的一个情形下的话 各位想想 拜登拿三点多亿说来军演台湾 是看我们台湾人之凯 更何况只听到声音 但是看不到影子 由于民进党的这些主张台独的 跟美国勾连 搞得两岸关系很紧张的时候 我们看到台军的空军 不断地在应对解放军的战机 在台海四周进行各种操演 那解放军一来 台军就起飞 解放军一来 台军就起飞 这样的情形也已经是 油钱一直不断地增加 可是防卫预算没有编列这些 所以不断地就借钱 目前已经借了40多个亿台币 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就可以看到 其实两岸的这样的一种紧张 也造成台军的大量的消耗 如此巨余军费 早已经让台湾是债台高筑 而民进党当局 然而无底线地向美国交保护费 全然没有把台湾百姓的利益 放在心上 然而这么多的真金白银都花出去了 美国的武器装备又在哪呢 俗话说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但在对台军售上 美国却是收钱不交货 而且还继续向台湾方面 强硬销售武器 据统计 美国对台军售 目前共有9案出现延宕 然而根据美国国务院 提交给国会的一份报告指出 无法加快多项对台军售的交付进度 面对解放军的常态化巡航 疲于应对的台军 日前还准备为 已经26岁高龄的幻影战机演售 在对台售武这个方面 美国作为卖家 延宕交付是家常便饭 发货时间更是不能确定 那么这一次您觉得 会不会又是只拿钱不办事 应该是这样一个基本态势 按照美国国会现在公布的数据 那么现在美方 已经拿取了台湾当局 190亿美元的武器采购款 但是没有交货 就拿钱不办事 拿钱不交货 这已经成了美国的一个常态 美国说我现在生产能力低下 再加上大量的武器装备 都援助给了乌克兰 所以你台湾稍等一下 但是在某些方向来说的话 它是重点突出的 它是保障的 你比方说这次讲的 红外线搜索跟踪系统 因为它认为在海峡两岸来说的话 现在出现了一个战斗机的代差 那么我们J20应该说 现在远远超过 包括F-16战斗机在内的 这样一些使用和作战能力 那么在这个时候加快 提升像F-16战斗机 它的功能 包括使用这种红外系统 来跟踪大陆的作战飞机 这是一个他认为 迫在眉睫的一种诉求 所以某些方面它可以延宕 例如说一些导弹火炮 这个直升机 它可以延宕交货 但是在相关比较迫切的 它认为比较迫切的一些领域 一些技术方面 它在加快武装台湾 这是它非常有针对性的 因为它认为在两岸之间 这种在战斗机上的这种代差 已经使大陆更具有绝对的优势 特别是中国歼20这一系列的作战飞机 还有歼16D等这种电子战飞机出现了 使得两岸的在空中格斗的能力 出现了向大陆一方 一个大幅度倾斜的状态 所以美国它在什么时候交武器 什么时候不交武器 交什么武器 完全是由它自己做主 那么台湾当局只能说 把钱送到了美国人口袋里边去 至少什么时候能拿到 台湾当局是没有任何的自主权 也就是说美国方面 是在有选择地不断向台湾递刀子 而才应当局是非常配合地 乐得充当美国的马前卒 那除了对美军购之外 有消息说现在民进党当局 还打算花巨资 为台军的幻影战机延寿 其目的就是想对抗解放军的 常态化演训 那他们能够说到吗 25、6年前 台军向法国买了60架 幻影战机 幻影2005型 其中有48架是单做的 有12架是双人做 那当时也花了非常高的价钱 因为幻影战机真的是不便宜 这个战机也飞了25、26个年头了 在这段时间以来 由于机型越来越老旧了 年龄越来越长了 所以在这段时间 这个飞安的事故频率就比以前更高了 目前从建立这个幻影连队以来 已经有8起重大的飞安事故 台军事实上也已经了解 法国对于幻影2000的关键零组件 也已经停产了 所以基本上台湾的幻影战机 没有办法获得充分的零件的 尤其是关键零件的补充 那这样的情形下的时候 台军又要把这个幻影2000 有关于两人做的 就是双人做的九架战机 又要进行延售 那他的理由是说 他说那是因为双人战机 是拿来训练这个新的飞官所用的 因为他可以由教官 带着一个年轻的飞官来飞这个幻象 幻影2000的这个战机 所以以目前的情况来看 就更换九架 就是对于九架双人做的幻象战机 在延售 不过飞机越来越老 维修越来越困难 关键零组件要不到 有时候采用东差西捕的这个方式 这个对飞行员的安全来说 是堪虑的 所以台军的飞安的事故频繁 这个跟飞机的老旧 跟关键零组件 没办法获得 以及维修的能力跟维修纪律 都有密切的关系 明明台独就是一条绝路 但是民进党当局 仍然是痴心妄想地认为 以武是能够聚同的 那对这样的一个局面 我们看到近期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就对外表示说 照此发展下去 那么台海将很有可能成为 全世界关注的一个新的战场焦点 我想这应该不是危言耸听 那么对于美台双方的紧密勾连 是不是他们低估或者说误判了大陆方面 打击台独 以外谋独 以武俱统的这样一个决心 确实这样 因为我们现在看了 我们都知道台湾是中国的核心力 这一点来说 都是毫不含糊 那么这么多年 不管是中央政府 还是解放军政 表现出有能力 而且也有这种意志 来维护国家 或者实现国家的统一 这是任何人 任何国家 不能怀疑的重要的一点 那么从现在来看的话 我觉得不管是蔡英文当局 还是美国政府 他都在想赌一把 因为从美国来说的话 特别是从2017年 美国提出来要跟中国 进行所谓大国竞争之后 他一直把台湾作为一个抓手 在这个地区不断地拱火 比方说派出高官串访 不断地提升 受台武器的数量质量 同时还跟台军之间的 这种军事方面的交流合作 在提升 例如说他这个F-16战斗机 其实美国明显加大了 对于台湾当局停留在 美国卢克空气地的 这种跟美军一体化训练的 这种程度 而且还在最近几年 我们看到 台湾当局的F-16战斗机 从美国的本土卢克空气地 那么跨越太平洋 在台湾岛内降落 那么谁给他加油 谁给他提供方方面保证 都是美军 随之就是美国在加强对台的利用 那么作为一个抓手来跟中国进行 淘价还价 进行一番又一番的博弈 美国是希望有这种 这个事端的出现 这样的话 它可以一旦在台海出现了冲突 或者是危机之后 它可以借此呢 把现在用在乌克兰的一些套路 全部压在中国身上 比方说联合欧美国家 对中国进行制裁 那么同时呢 向台湾出售大量的武器 进行大量的军援 这些援助来说的话 不是说免费的午餐 它是有代价的 就是把岛内的财富 全部给挖空 包括台积电这样一些 大量企业全部调到美国去 它是有地缘政治力 和商业力考虑的 但是它低估了地区国家 维护和平 维护发展的这种意志和决心 比方说在半岛地区 那么中俄两国 不断地展现出这种能力 展现出这种决心 那么它就不太敢 在半岛上行事动众举兵 但是它在这种搅局 同样在台湾问题上 我觉得美国也是看到了 这是一个抓手 这是一个痛点 那么不断地刺激 所以从地区国家来说 从大陆的决心来看的话 我相信不可能给蔡英文当局 不可能给美国任何的 这种机会 来把台湾分裂出去 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 当中的核心 台湾是中国领土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任何人都改变不了这一事实 无论美方向台湾出售 多少武器装备 都动摇不了中国维护 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 坚定意志 再次感谢两位对以上内容所做的 点评与分析 谢谢蓝先生 谢谢商城 滕教授 观众朋友 再见 谢谢滕教授 谢谢再见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 下期再会 下期再会